中国体坛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的运动员,他们不仅是国内的王者,在国际赛场一样证明了自己,虽然经济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断打破纪录超越自我, 但是有些运动员的荣誉加上影响力,哪怕在他们之后有同样出色的运动员出现,也很难将他们超越,今天介绍的这六位运动员,只要你跟他们是同一项目,那么注定无法超越他们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力。 六,现在女排的人气是高居不下,这跟他们的获得的荣誉有关系,目前退役的惠若琪,现役的朱婷,张强宁,都是女排的人气王,但是要说荣誉和影响力,没人能超越郎平,郎平可是当年女排三连冠的绝对核心,她对于球队贡献很大,郎平也是用榔头一般的口球,打负了太多对手。 郎平,无论影响力还是荣誉,她都是女排历史第一人,朱婷虽然也很优秀,但是想要超越她的难度很大,五,邓亚平就是乒乓球界的传奇人物,在她职业生涯期间,那真的是没有对手,邓亚平给人和双百度都做到了极致,世界杯,奥运会冠军更是拿得手软,已故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, 曾经在颁奖时轻抚邓亚平的脸颊,可以看出她也成为了邓亚平的球迷,能把奥委会主席都征服,可见当年邓亚平的统治力有多强大。 虽然邓亚平退役后,有王男,张宜宁这些大神出现,不过跟邓亚平相比还是上了点。 四,体操王子李宁,他就是中国体操界,永远被膜拜的大神,明明职业生涯各种冠军拿了无数,金牌加起来有一百多个, 他在体操项目里就没有短板,自由体操,跳马,挨马,这些他都拿过冠军。 李宁退役后又创立与自己同名的李宁品牌,这让他的知名度更是文明全国。 运动员期间,李宁是当之无愧的体操第一人,退役后又是商业大亨,他的人生相当富有传奇色彩。 三,说到羽毛球,你会想到谁?那肯定是林丹啊,他就是羽毛球界的乔丹,林丹打下的荣誉,随便拿几个出来,就能秒杀其他对手。 历史唯一全满冠选手,就让林丹稳坐宇寒第一人,他各种五连冠,六连冠我们都已经习惯,他不拿冠军反而才是新闻,想要在羽毛球界超越林丹,我们把要求降低一点。 先拿个奥运冠冠军再说,二,篮球的关注度实在太高,你喜欢篮球的朋友全球得以一来计算。 姚明作为中国男篮历史第一人,要荣誉他有,影响力更是空前绝后,没有姚明进入NBA,NBA不会有今天这样庞大的亚洲市场。 反正只要说到中国篮球,肯定会提到姚明,他算是单核呆队进入世界八强,这能力确实强大。 在NBA他更是得到了全世界认可,篮球名人堂已经写了他的名字。 现在姚明还是篮球主席,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,像姚明这样大块头有大智慧的篮球运动员,以后不会出现第二个。 一,第一是最没有,学年的一位,他就是亚洲卫人刘翔。 刘翔不仅代表中国,他也是整个黄种人的骄傲,中国田径是第一人,刘翔是当之无愧,很多人说刘翔只是昙花一现,哪怕他的巅峰短暂,那也是最牛的存在。 没有刘翔110米跨栏的冠军,那么还会有人很多错误的认为,黄种人不适合田径运动,像他这样打破剧创造历史的人,放在第一位没毛病,刘翔如果在这个信息时代夺冠,那他估计会被捧到宇宙,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。